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有超能力的世界 有人会飞,有人喷火,有人空水 大部分人的超能力都会在18岁出现 但是珍妮一直到了25岁 还是什么超能力都没有 她也找不到工作 每天待在合租房里 和前手网上认识的男网友快乐睡觉 珍妮有两个室友,是一对小情侣 朱莉亚职业是律师 她的超能力是同龄 让死者附身和活人对话 朱莉亚的无业男友卷毛头 超能力是倒流时间 但这能倒流一点点 他们仨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 每天穷得吃不上什么好饭 今天是妹妹18岁生日 珍妮打出租车过去 司机的超能力是遇见未来 她没经过珍妮的同意就看了她的未来 然后告诉她 你将来的死法和熊有关 在生日聚会上 妹妹满怀期待的吹灭蜡烛 一般来说18岁满就会立即觉醒超能力 像珍妮这样的怪人是特利 刚开始安迪没有觉醒超能力 珍妮心里爽爆了 这个家里除了自己还有一个loser 但是一转身 妹妹就单手拆了冰箱 她的超能力是力大无穷 安迪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妈妈更是最高兴的那个 大家庆祝的时候 珍妮一个人落寞的回家 她给爸爸打电话 到底怎么才能获得超能力 最起码和别人一样的程度 爸爸说 亲爱的宝贝 别灰心 我会帮你一起找的 珍妮却打开朱利亚的门 此时死去的爸爸正通过朱利亚和珍妮对话 她躺在爸爸的怀里 晕乎乎的睡着了 第二天 珍妮信心满满的去找专业机构 超能力探索诊所 专注帮无能力者找到自己的能力 珍妮本想预定一整套治疗 但是诊所要价9500英镑 她还是决定 求人不如求己 超能力还是回家自己找吧 根据网上的激发超能力教程 首先珍妮尝试吃辣爆辣的那种 但是吃到满脸通红 她也什么都没感觉到 实在受不了 珍妮风里一样的冲到超市喝牛奶 还碰到男神正在买小雨伞 准备和辣妹约会 珍妮不想说 她装作冷静 和人家有说有笑 就在男神转身的瞬间 她逃到货架后面狂喝牛奶 结果被超市老板带了个正招 第二个方法 神曾恐惧 也许会激发超能力 朱利亚带着珍妮去了牙科诊所 牙医的超能力是 每个人见到她时 都会生成专属背景音乐 当牙医摸珍妮的牙石 是色情的音乐 告诉她有一口好牙石 是迪士尼的耳哥 但是说今天要补牙石 是恐怖音乐 珍妮实在太紧张了 她在激发自己的超能力之前 牙医就给她吃了两粒安定 这下 什么超能力都激发不出来了 卷毛和朱利亚采取Plan C 装作劫废 把珍妮装在后备箱里 但是车子围停 被车管所带走了 卷毛和朱利亚小心翼翼混进去 却发现车钥是丢了 安定药效一过 珍妮没激发出超能力 却激发出幽闭恐惧症 他们需要一个力大无比的人 救珍妮出来 这个人想来想去 只能叫珍妮的自恋狂妹妹 在她狠狠把珍妮羞辱一顿后 拆开后备箱把姐姐救了出来 全世界好像都在告诉珍妮 你是一个失败者 我们不需要你 但上帝给了她一个机会 来证明自己的必要性 回家之后 珍妮发现 几天前自己受养的一只小猫成了男人 准确地说 她本来就是一个男人 超能力是变成猫 但是某天变形卡住了 她就一直以猫的形象生活 足足三年 男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三年 她变回来之后 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毛男很伤心 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珍妮愿意收留她一段时间 直到她找回记忆 最起码 现在毛男比珍妮还要可怜 卷毛要在家里搞一场 疫情选拔面试 几天前 她打跑了一个透明人抢劫犯 这种坚毅勇为的感觉很爽 所以卷毛像座大座强 来面试的人 都是看到她在网上登的小广告 第一问 海洋生物召唤男 她能把鱼召唤到现场 这能力没有什么用 黑人小哥可以从任何固体穿过去 但是有时会卡住 小姐姐是雌性人 但是几乎时间不确定 分头大哥的潮能力是 她的屁股是一个3D打印机 只要她想就能打印出任何东西 还有一个日本人 她速度超快 建成快男 这几个里面 卷毛挑了召唤男 分头大哥快男 加上自己的时光导流能力 应该能成为所有人都喜欢的英雄小队吧 他们把服务对象定为女人和小孩 另一头 朱利亚接了一个兼职 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歌星 付到自己身上继续录唱片 珍妮负责讨价还价 他们本想一次收费50英镑 人家直接给了30万 朱利亚和珍妮原地发广 如果有了这笔钱 他们就可以预约探索诊所的治疗了 但是老歌手是个大色鬼 附身朱利亚的时候 一刻不停地摸着摩娜 还摸珍妮的屁股 但是一想到30万 一咬牙一闭眼 怎么都能忍了 朱利亚和珍妮也没坐以待毙 他们临时改了老色鬼的歌词 却没想到这一举动 直接搞砸了这单30万的生意 他们拿着一盒数字回家安慰自己 最起码自己没有唱那么侮辱女性的歌 珍妮回家后发现 猫男的肩膀里有芯片 他们来到兽医诊所 找到了猫男之前主人的住址 但是刚找到前主人的住址 又发现前主人去世了 一切关于猫男的线索再次被切断 这时猫男在葬礼上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只剪得死对头 恶魔小狗 他们把狗偷出来 送到兽医那里 这个兽医的超能力 就是听得懂动物说话 恶魔小狗说 想让我说关于猫男的消息也可以 你们必须带着我爽一点 远离我的倒霉主人 我很偷他了 大家把恶魔小狗带到夜店 让他至少被20个脱衣姑娘 摸了一个遍 结束之后 恶魔小狗终于说了情报 他之前在某个社区见过猫男 可以到附近找找看 珍妮和猫男来到那个社区 酒馆里的小伙计说 酒馆房东对这里门惊 你们等会问问他 见没见过猫男 可是面对即将搞清楚的真实身份 猫男却很害怕 他一旦是个讨人眼的家伙怎么办 想到这儿 真是牛奶都喝不下去了 疫情小队首次出门执行任务 陪伴独居女性下班回家 但是没有女士愿意接收 这帮怪人的帮助 发口 一个男人却找到他们 男人的钥匙落在屋里了 卷毛左处的行动指挥是 黑人小哥穿墙进去拿钥匙 黑人小哥面露难色 把他拽到一边 他确实可以穿墙 但是得是全裸的 卷毛和伙伴围上一圈 保护黑人小哥 但是墙壁太厚了 黑人小哥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会卡在半路动不了 最尴尬的是 他只有屁股露在外面 大家等着就等烦了 只剩卷毛在原地陪伴黑人小哥 不久后对讲机传来消息 在隔壁结局 伙伴们帮助落单女性的时候 被人家男朋友以为是搭讪 瞬间打成一团 快男紧急呼叫卷毛 让他利用时光倒流的能力 回到政治发生之前 卷毛使了好几次 都穿那么一点点 能量用尽之后 卷毛落荒而逃 他帮不了伙伴们 只能装作不认识 然后灰溜溜地从现场逃跑 这种心碎时刻 拥抱卷毛的只剩下朱利亚 猫男也临阵脱逃了 他不想见到社区里的女士 也没准备好知道自己是谁 只能坐在路边 像最开始那样 当一只流浪动物 珍妮陪在猫男身边 告诉他 不论你真正的身份是谁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神的不一样 前四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珍妮会觉醒自己的超能力吗 猫男何去何从 卷毛的异性小队 会成为英雄吗 超人中学的 第四十五届年度颁奖典礼正式召开 校长的超能力是超强听力 所以当他要当众发言的时候 中学毕业 年满十八岁的青少年都有了自己的超能力 珍妮的妹妹是本届毕业生代表 她靠拉小提琴考上了音乐学院 作为家族的闲眼包 珍妮也来到典礼现场为妹妹冲场子 朱利亚也来了 她是有执照的律师 作为优秀网界校友 被学校邀请最后发表演讲 典礼开始前 珍妮带着朱利亚去之前藏旧的地方 找点小珍藏 刚喝了一口就发现 之前霸凌她的蘑菇头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蘑菇头现在竟然是一名老师 她以霸凌别人为爱好的人 怎么会成为老师 原因是 蘑菇头觉醒了重放过去的超能力 她一遍遍的看自己小时候 欺负同学的场景 灵魂得到了洗礼 从此洗心革面成了老师 珍妮不相信她的话 就让她正面一下 蘑菇头把兜里的钱都给了她 朱利亚看到蘑菇头还是超级紧张 但是等会又要发表演讲 蘑菇头说 让我带你去休息室 喝杯茶放松一下 朱利亚跟着她去 珍妮躲在厕所里抽烟 竟然撞到妹妹和她女友分手的一幕 原来妹妹根本没考上音乐学院 她觉醒力大无比超能力之后 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力气 一拉小提琴就把小提琴折断了 而且她也不小心把女友喷骨弄骨折了 现在妹妹不但升学有问题 爱情也有问题 但她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 还要装出一切都顺利的样子 珍心里爽爆了 处处压自己一头的妹妹 原来这么不顺利 她威胁妹妹 你要照我说的做 否则我就告诉妈妈 另一边 蘑菇头带着朱利亚 重用了朱利亚的记忆 朱利亚以为珍妮一直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但是蘑菇头告诉她 实际上 珍妮才是那个阻止你发展的人 第一次她阻止你领奖 第二次 她借走你的毕业袍 你俩的友谊 完全就是你单纯付出 她疯狂索取 你还一点都不明白 真是可悲 你应该站出来维护自己 蘑菇头一股脑说完这些话 劝朱利亚看清珍妮 但朱利亚还是选择 相信自己最好的朋友 今晚的发言顺序是 首先优秀毕业生 珍妮妹妹发言 然后朱利亚发言 在妹妹发言时 珍妮突然站在椅子上 把妹妹的所有秘密公之于众 她心里藏不住一点秘密 特别是看着妹妹在台上闪耀的时刻 现场引起一阵骚乱 等到朱利亚上台发言时 姐妹俩在后面吵翻了天 没人听朱利亚说话 她逃下演讲台 在卫生间外面 朱利亚终于爆发了 原来这么久以来 自己都是围着珍妮转 珍妮明知道朱利亚不善言辞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 上台表达自己 还不管不顾的 把一切都毁了 全世界就你可怜 全世界就你没超能力 全世界就你有资格当一个混蛋 朱利亚不愿意陪着珍妮演下去了 珍妮的独角戏 她要退上 那就回到了朱利亚的主场 他们一起合租的公寓 朱利亚置办了一切物品 她在自己的东西上贴了红色的小贴纸 贴过的 珍妮统统不许用 和朱利亚闹败之后 珍妮一头扎进探索诊所 她想要找到自己的超能力 在这里 珍妮遇见了另一个 直到25岁都没有获得超能力的女孩 她俩一见如骨 惺惺向西 都是啥也不会的麻瓜 来诊所还有什么意义 不如出去喝酒 她俩喝酒的时候 碰到一个会变坏发型的女孩 和朋友们显摆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 多卖几顶假发布就行了 珍妮在厕所发现超能力女孩 新朋友怂恿她 把那头绣发剪了 让她剪败 等珍妮真的把人家头发剪了之后 才发现剪错了人 那有什么关系 又意思不就行了 之后 珍妮和新朋友来到探索诊所 大搞破坏 但就在这时 新朋友觉醒了自己的超能力 她能穿越时空 人家一秒钟都没犹豫 瞬间抛弃了珍妮 我都有超能力了 还和你这种麻瓜玩吗 珍妮失落的回到家 发现只有朱莉亚愿意等她 陪她一起拼图 陪她继续去探索诊所 朱莉亚告诉珍妮 从现在起 咱俩要双向奔赴 对待这段友情 你也要付出努力 珍妮说 当然了 除了你之外 我谁都没有了 相比贫穷 麻瓜的珍妮 朱莉亚也不是事事顺利的 她最倒霉的事情 应该就是认识了卷毛 卷毛又召集了 疫情小队的成员 她赶走了快男 带着剩下的三位伙伴 决定展开新行动 甚至瞒着朱莉亚 打算去阻止毒品交易 到了毒贩交易的现场 大家发现 这里怎么还有快男 原来是她 季节磁天女孩 皮地阿弗达英男 七光炎 也组成了一个疫情团队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 都希望对方放弃当英雄的行为 但是当毒贩真的出现的时候 现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卷毛更怂 她直接跑回家 朱莉亚正在和一个上世纪的伯爵约会 就差一点就能和伯爵心有灵犀 但是卷毛破门而入 说自己放弃当英雄了 她的古典约会也宣告失败 卷毛根本不懂文学和艺术 约会就是点外卖 坐在床上吃披萨 然后看搞笑视频 朱莉亚狠透了她的蠢样 分手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猫男知道 珍妮想购买探索诊所这儿的治疗 但是珍妮又没钱 猫男还到猫的时候 参加猫咪大赛赢了不少钱 她一咬牙 吃了点猫粮 又变回猫咪的样子 这其中的问题是 猫男很有可能不会变回来 但她为了珍妮 还是愿意冒险一次 珍妮到了现场才知道 猫咪大赛 竟然是猫咪舞蹈大赛 之前猫男参赛时表现绝佳 陈妮信心满满的上台 猫男确实表现得很好 但她变回来了 还没穿裤子 虽然舞蹈比赛考杂了 但是珍妮觉得猫男 真的是一个好人 她愿意为自己做出这么多努力 珍妮脑子一热 就亲了猫男一口 人家可是当真了 第二天就搬进了珍妮的卧室 这时 卷毛为了挽回朱利亚的爱 决定搞一场派对 现场邀请了很多熟人 但是在派对上 朱利亚一直犹豫 要不要和卷毛说分手 她一直不找工作 一直逃避问题 这样的男人 怎么和她过一辈子呢 朱利亚犹犹豫豫 还是开口了 结果卷毛刚听几句 就使用超能力将时空盗回 在朱利亚面前装作接电话 说自己周三下午参加工作面试 其实根本没人给她打电话 卷毛喝了非常多功能饮料 每次朱利亚想和她说分手 卷毛就倒转时间 她整整28小时没睡觉了 就为了让朱利亚不和她说分手 但是朱利亚整个派对上 唯一想做的事情 就是和她说分手 卷毛因为高频率使用超能力 累得站都站不起来 最终 朱利亚发现了她的功能饮料 全都倒在厕所里 然后告诉她 我们应该分手 卷毛再也没劲倒转时间了 朱利亚结束恋情的时候 珍妮却桃花运爆棚 之前 珍妮的男神 因为珍妮短信没有秒回 来确定她是不是死了 但是毛男一见面就说 珍妮是我女朋友 珍妮才不这样想呢 毛男和男神比起来 那还是男神更好吧 男神把珍妮带出去 说咱们都疯吧 甩开那个怪胎 怪胎 你是指毛男 珍妮好好想了想 和男神比起来 毛男虽然没那么帅 但她经常让我笑 真心对我 爱一个人 这样不就够了吗 珍妮帅气离开 她走后 男神居然飞不起来了 珍妮找到毛男 终于接受了彼此的心意 而且在一碰就爽男孩的帮助下 她还有钱去参加探索诊所的治疗了 问题是 当毛男给珍妮买早餐的时候 她碰到了自己的儿子 珍妮的故事 伟完待续 希望快点出第二季 让我们看到 loser珍妮的超能力 到底是啥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